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 以及很多就是关心社会住宅的议题的朋友 其实在现在的捷运的开发议题里面 会发现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它其实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一个机会 但是却被交通部在修法的过程里面整个忽略 反而导致了捷运局变成是一个全台北市最大的开发单位 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盖了捷运的过程里面 它是有一些特别法令的 它的整个特别法令就是叫做大众捷运法 大众捷运法在第七条里面它就规定 你在盖捷运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把附近的土地用征收的方法拿过来 原来只规定征收 那么现在已经变成叫做 用一种叫做联合开发的方法来处理 那么各位一定有听过什么叫做共购宅之类的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来的 好这个就是政府透过征收人民的钱 他拿着人民的纳税钱去盖捷运 盖捷运的过程里面呢 他也可以透过把邻近的土地 统统拿进来做开发 这种纯商业开发的方式 那么呢去赚到钱 好这个是我们在大众捷运法里面 允许这个捷运精英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些透过大众捷运的联合开发 或是共购宅所拿到的房子 是跟一般建商盖的房子 没有两样一样流入我们的房屋市场 那么获得了现金的部分 从我们台北市的这个基金里面去看 累积到现在 他总共累积了大概有189亿的资产 可是各位知道吗 这189亿的资产 他的依法他应该要用在哪里 那么他的整个法条 我告诉各位 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继续开发 那么总共列了八大项的目标之后 最后一项才叫做继续投入之后的 捷运的兴建 也就是说前面的六项把钱分完了 接下来到最后的时候 才是拿来做捷运的兴建 那么可是呢 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居然是继续炒房 继续来盖这样的房子 继续来卖 那么这样子卖的过程里面 变成钱的时候 那么整个恶性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一直运作 如果我们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 整个台湾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公有的 可是呢 在台湾的可以兴建房子的土地里面 公有的可建地 却只占全部可有盖房子的土地的百分之十五 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住宅的议题 这还有政策的部分 那政府都一直讲 没有足够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好的 可以拿来用的房子 他先把它卖掉 之后如果真的为了要实现 社会住宅或者相关住宅政策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再买一块地 再来盖 或是跟建商再划一次钱再来买 所以呢 会变成就是又回到市场上面 去买这些房子 来完成 或是要来达到我们的所谓 社会公益相关的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这一来跟一往之间 第一个 他把手头上可以拿来用的资源 转算成钱 第二个呢 再用这些钱回到市场上 再去买其他的财产 来充实所谓的这些公益的目的 这样子一来一回之间 纵使真的是一百八九亿 是捷运工程局赚的 其他的社会单位 还要花更多的钱 那么再去买回这段 所以可见 这个是一个一定会赔钱 根本就是不会赚钱的政策 捷运开发的问题 其实啊 才是整个大台北都会区里面 之后一定会发现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这个环状线已经出现 这个整个计划都已经出现了 整个大台北都会区被框了起来 被框了起来之后 所有捷运出口的地方啊 都可以被捷运工程局啊 化成叫做捷运专用区啊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这一环里面啊 有多少土地能够逃得掉 每一个出口 所接触到的出口的 这个整个接扣啊 就是可以被化设为专用区的 就是可以被化设为 用来做联合开发区 就是可以被化设为 政府可以拿来炒房盖房的土地 其实本来在我们 国有财产法里面啊 它是有一个很完整的规定 而且甚至于啊 在国有财产法51条里面 它已经有规定了 为了文化为了社会的目的 为了艺术为了福利的目的 那么它都可以把 这一些这个国有财产 那么仗授给 给这些团体 所以也就是说 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目的 公有的这个资产的部分 事实上是可以投入这样子目的的 那么呢 但是呢在我们大众结合法里面 第一个它就完全排除了这样子的规定 那么排除了这样子一个 它本来的原因啊 它本来的原因只是在排除 只是让捷运局啊 能够方便卖房子 可是到最后呢 这我们要讲 它本来只要让它便捷的 方便的可以去卖房子 可是呢 到最后呢 整个这样的财产呢 它已经不具有公有财产的 的完整的目的 所以我们会说 它是一个便捷 但是在这个去年啊 去年民国一百年一整年里面啊 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啊 它的这个卖房子的预算 预算卖掉可以赚到的 拿到的减少22亿 就22亿 22亿里面呢 那么它的这个预期可以获得的 例如是19亿啦 19亿 那么这是一整年 可是它的租金呢 大概就只有2000万 2000万的收入 那么22亿跟2000多万 所以呢 它留下来所谓作为出租的部分啊 各位可以给这个 随便的数字的预算 你要知道 大概就是不到十分之一吧 如果说要交通部修法的话 你会让我们知道 它其实怎么做 才能够更回到公共利益 让这一些捷运局所取的财产啊 它的处理程序也许可以简化 但是是处理程序简化 而不是这些财产的目的啊 整个都变成你完全脱离掉 国有财产的管制啦 制度的维持啊 是有它很重要的其他的目的 你其他单位的定地的过程 为了达到你唯一的 想要达到的 让捷运快一点盖的目的 所以它把所有这一些 本来应该要有维持的制度啊 匆匆踢到一边去了 这样子是一个很糟糕的 只为了单一目的 那么做这样的法令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样子的修法过程 其实大概就是 在第七条第八项里面来 后面加一段 就是强调 他的储分啊 他自豪的储分啊 他在路要买掉 他要出租啊 都应该要兼顾到社会利益啦 或是 为了要达到社会利益啊 这个应该要有优先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做 那么他把这个卖掉 也许现在卖掉 卖掉 就卖的这件事情 也许他的钱是比较多的 但是他同时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需要买房子的人 他也一样缴了钱来让你盖捷运啊 那我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没有给我任何优惠就算了 你还跟一般的建商一样 加入炒房的行列 让房价越来越高 共购宅 或是这些联合工程 联合开发案子的方式 比一般的建案啊 都还要贵 一个社会繁种 那么造成土地房子的上涨 这个部分 你有房子 你就可以享受得到 可是呢 没有房子的人 他就只好花更多的钱 再来买这些更贵的房子 这次人民民主正信的一个意见 那你们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 然后相关的议题 我们会待会去再研究 会把正式的一个议题的一个结果 我们会在另外韓国给那个 正信这边 然后来做一个参考 请不吝点赞